久违的水蜜桃之夜今年又要回来了 每年7月是桃园市复兴区拉拉山 这水蜜桃的盛产季节 但是过去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没有盛大来举办 但今年的水蜜桃之夜 会邀请到金曲歌王 肖黄旗 还有小男孩乐团来表演 现场还有市集及抽奖的活动 全山环绕月身悠扬 今年的水蜜桃记者会 就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开场 过去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都没有举办大型的水蜜桃推广活动 今年受到游客欢迎的水蜜桃之夜 又回来了 我们水蜜桃经过三年环境的大变化 那所以这个我们今年包含今年三年 都是产量不大 那今年我们还是要办理水蜜桃的活动 不管疫情再怎么严峻 我们还是有办个水蜜桃之夜 今年的水蜜桃虽然产量有减少 但季节限定产量限定一样香甜多汁 社长郑文燦藏力推荐 并将举办水蜜桃评鉴 选出水蜜桃王 田渡王等奖赛 那我们今年呢 也特别在这个水蜜桃的品质上 办理了评鉴 那今天下午会评鉴出 包括这个头等奖 特优 包括田渡王 包括这个水蜜桃王等等 这几个奖项 那我们希望品牌化高质化 可以成为复兴区 拉拉山水蜜桃的特色 请请要 水蜜桃之夜7月9号 将在复兴区上巴林停车场举办 活动内容丰富 请到金曲歌王骚皇旗 小男孩乐团来表演 还有市集一集抽奖活动 欢迎游客上山 体验 远向美丽